《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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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智慧、双眼》 这个概念怎么去分为它 是一个神 让它动神 智慧是一切必尽恐 这是佛的第一地 我们本来是佛 六道做这都是幻境 但是如果都是幻境 你是不是什么也敢做 随心所欲 做一切恶法都是幻境 杀人如割草 慈悲智慧双用 慈悲 当你准得一切如幻的时候 请慈悲 因为众生不觉得幻 慈悲心始终要具足 大臣菩萨 慈悲心一定是地基 因为你还没有正的毕境空 你只是开始把佛的芥蒂输入了 你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 你还执着的一个人力 所以用你的善良 用你的同理心 同情心去了解众生的苦难 三见六道众生都在苦难之中 尤其地道恶鬼道众生 想象不出来的苦 因为他们已经泄入那个苦海了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有果报 才泄入苦海 但是难道你就不可怜他们吗 他们是无名 他们不想 但是他们那一刻就泛红了 他就那样是做了那件事 然后他一世就千古恨 而且他们都是可能 生生世世是我们的亲人 所以这样想的话 一个大臣菩萨一定会 就是说他可能自己 会停下成道之心 他也会救度其他道众生 这叫慈悲具足 智慧是一切必尽空 慈悲是行一切善法 救度六道众生 这叫慈悲 不舍一法 不舍一人 这说慈悲 一切必尽空 你有什么度众生的 你度什么众生 众生也空嘛 如果你只有这种知见的话 你知道吧 你就什么也不干了 考证了睡觉好 因为毕竟会有啥意思嘛 活也不活了 但慈悲 要双用 一起来 这才是色空 而这样呢 你才最终能证得 万法都是 如来的境界 才能同时 这个空气是设计师 和空气是设计师 不说你的修正是不圆满的 你是撇了一半 而且你那是修撇了 那不叫撇了一半 因为你头脑中 一切必尽空 你有一个幻象 知道吗 建立起了幻象 以前是建立了一个 着想的想 头脑里边有一个 一切都真实不虚 现在学了佛 又建立起一切 梦坏泡雨的像 两个像有什么不同 跟你执着 执着幻象和执着 这个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从这个到这个 这两个都是错的 当然你现在理解不了 约结几切那就慈悲 智慧双用嘛 总有一切你会理解的 这是个做法 那个智慧 因为你还不圆满 所以才有慈悲相配 到最后连慈悲相也没有啊 有什么慈悲呢 就像太阳在天上挂在那 她放光放热 她说我很慈悲 造调众生啊 她不过就是做她自己而已 她就那样的 她说我慈悲 我生了万物啊 是众生给她总结的 是吧 没有慈悲相啊 没有问题 没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